香腸盆 清新的香料 清新的香腸盆 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介绍 简单, 易整, 而且很受欢迎的 饭前小食 就是 叶, 青瓜, 和 萝卜 我们有这些 青瓜250克 紅蘿蔔140克 白蘿蔔 白醋320毫升 鹽黎1茶匙 糖120克 雞粉1茶匙 白角和紅椒 適量炒香的芝麻 適量麻油 糖和醋比例是40毫升 對15克 甜酸度就剛剛好 我們看看如何做 將青瓜切斷2厘長 將它開邊去朗 切條時不要切太粗 比較容易入味 但藥物就是這樣 將白蘿蔔去皮 要刨深一點 吃起來會脆口一點 將它切片 然後切條 兩吋長 紅蘿蔔去皮 切每段兩吋長 再將它切成一條條 好了 三種顏色 切得好整齊 長短差不多 將青瓜和蘿蔔 放入大碗中 用鹽醃一下 醃15分鐘 水出來了 將它倒出來 這樣會令青瓜和蘿蔔更脆 放入玻璃碗中 放入玻璃碗中 放入8個辣椒碎 砂糖 和白蘿蔔 雞粉 和白醋 拌均勻 至少要醃3個小時 醃3個小時 現在3個小時後 將它夾出來了 加入麻油 和芝麻 拌勻 這樣就可以了 讓我嘗嘗 讓我嘗嘗 做好了的開胃時 好吃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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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懂 嘗嘗 嘗一塊紅蘿蔔 吃到芝麻和麻油的香味 有些白芽香味 還有少少辣辣的 如果你們吃得辣的 可以多加幾隻辣椒 如果你們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記得給我一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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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Facebook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